生活在大山里的人对深山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如果家里没有食物的话就会到深山里摘去 在没事的时候很多村民都会到深山里挖竹笋野菜或者是药材 拿到市场上卖 以这样的方式维持最基本的生活 不过深山是特别神秘的很少有人踏足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特别奇怪有趣的事情 这部在前段时间就有很多消息称69岁的老农深山挖竹笋 捡到两枚血蛋专家建议后脸色大变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让你们快点来瞧瞧吧 根据我们的了解这位老人每天都会到山上挖竹笋 然后拿到市场上卖 当天这位老农就像往常一样到深山里挖竹笋 在挖掘的过程当中他就意外捡到两枚血蛋 这两枚血蛋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从来没有看到过的 这位老农感到很震惊 就小心翼翼的将他们带下山拿到家里仔细研究观察 但是他看了很长时间也不知道这两枚血蛋到底是什么东西 问了村里的老人 老人都表示从来没有看到过 有一些村民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劝这位老农请专家鉴定一下 说不定这是西式起宝 专家鉴定后就脸色大变 原来这根本就不是什么血蛋 它是两块很奇怪的石头 上面的血是天然形成的 很吸引人们的眼球 在市场上的价格很高 随后这位专家就想花两万元将这两块石头买下 但老人想都没想就直接拒绝了 接着海面的材料 是这样的呢 在路上是不需要的